生逢乱世 乱的不是时间 乱的是人心 神与魔从来都不是绝对的 遇上那个对的人 却不是对的时间 感情如茂盛的佛灵花那般娇艳盛开 注定了会繁花碾作成 便如少婉 作为魔族信仰徒童而出生的上古尊神 自从一颗芳心遗失在孟渊身上 而自他一出生便忌惮至今的沁江 对他提出联姻 只要他同意 便可以劳永逸结束 这人为刀足我为鱼肉的生活 可他为怨困于他的眼中 而可悲的 便是他是魔族 他是神族 在这神魔胶着的时代 这份感情终究还未带开花便已凋零 莫冤最后的那一件 终是结束了他所有的幻想与悲欢 人心不果 岁月不复 少婉毕竟不是凤不会他的通透 一学不会他的隐忍 副神看得很准 少婉天生便是将材 便是撞了南墙也依旧不会回头 是非黑白总有有个定论 这一点和莫冤不谋而合 也正是因此 副神母神选择了东华做了继承人 因东华是天生的统治者 而莫冤是天生的庇护者 这便是为何副神选择了东华 为选择莫冤的缘由 这天下不是副神的天下 而莫冤也注定只是昆仑之主 而非天下之主 还有其他几大种族 被神族所排斥 魔族与鬼族便不说了 首当其冲反对神族的统治 在战火纠葛十几万年之后 终是与神族谈和了 商讨了一分划分地盘的条约 而魔族在若干年后迎来了内乱之争 从而奠定了魔界中 七大魔族分支鼎立的时代 一直延续至今 魔族当时的统帅便是沁江 关于沁江历史中 倒是有太多的说法 有人说沁江是一个口密福建之人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趁着内乱之际 拉朗分支排除一几 也有人说沁江一直忌惮沁婉的地位 因沁婉才一万多岁时 便敢推翻他的作战计划 公然与他唱反调 更可恨的是他居然成功了 故而沁婉之所以后来被沁江送去昆文须 不过是沁江为了将沁婉架空 从而维护自己的政权 但更有甚者说 沁江一直默默地喜欢沁婉 现有的神魔大战之使 使既让他对上莫云 而后逼他临应 让他做出抉择等等 但无论是哪种说法 这些其实都是事实 也都有着背后的故事 沁江既会少晚不假 沁江在魔族中排除一几亿不假 直到最后沁江为了少晚而死 也是事实 人生总会有那么几件值得疯狂一回的事 历史长河中 诸多势力纷争的年代 沙伐的战场 只有保隐了鲜血 方能开出繁茂的花 待告别父神母神 帝君便带着凤九离开了 不久之后 洪荒时代正是进入神魔混战时期 东华作为父神的继承人 正是步入历史舞台 从平西魔族开始 一步一步 瓦解魔族内部 自少晚与沁江与化之后 魔族内部纷争达到了顶峰 东华率兵步步回收荒地 将魔族西数逼退至南荒境地 而作为魔族的盟友鬼族 也被赶至最为荒凉之地西荒 作为神族之一的清秋之国斩武荒 天族战一荒四海 原本便不是很强的魅族 在此战中烟消云散 徒留少许族人 至今不知流落何处 东华将少晚残余气息竞数收集 交给了莫渊 据说少晚领雨化前 将遗物留给了莫渊 便是他送给他的灵档发带 红羽系千丝 此情多于恨 东华率七大部下攻至魔族内部之时 赤之魔君率先投降 其余六族也掩齐西谷 罢手讲和 定下邪约 除南荒之境 魔族不得擅自离境 如有违反 一律灭族 东华正宇将梦幽花尽数回去 哲言赶来 告知东华 凤羽花在充斥利器之境 已然生存不下去了 故而摘走了 听到此话的东华微微一正 哲言叹息道 凤羽花本为上古顺花 随缘来 随缘灭 如若想要让其他的生灵 能够在碧海苍林中生存下去 还需彻底进化才可 东华伦得此言 心流一善念 便独独留下唯一的一株梦幽花 在天下大顶之后 东华将佛灵花再满碧海苍林 让戾气在碧海苍林中 永无残留的可能 此后的碧海苍林再无沼泽烟障 从此繁花似井 生灵得以生存延续 花草真值 渐渐在碧海苍林中扎根 逐渐悄然绽放 有了今月的美艳绝境 缘起缘灭 因果轮回 玄之又玄 唯一不变的是人心 譬如 那株一流至今的上古梦幽花 又有谁知 此境亦是他报的恩 虽说那株凤与花 自始至中便是存在的 但轮回之说 亦是事实 轮回轮的不是前世今生 轮回的是因果 或许 凤九天生便是为了他而来 待东华待凤九离开梦幽境之时 朱红果彻底散灭了最后一丝神石 出境之后 东华将已然有些枯萎的朱红果收回来 轻轻叹了一口气 将些许修为度给了他 便收入怀中 后不待遇等在外面若干年的 连颂哲言等人解释 便将昏睡过去的凤九先送回房中了 白真看凤九的确没什么大碍 起色倒是还好 便起身赶去凤九爷那里 让他们也不必担忧了 东华将昏睡的凤九轻轻搁在床榻之上 将棉被细细盖好 望着睡梦中的凤九 轻轻抚了抚他柔顺的长发 唇角弧度计不可查的略微翘起 连颂等人分踏而至 望着昏睡中的凤九 连颂心生一斗道 怎能你二人出来 凤九又睡着了 可是境内出了什么变故 旁边的哲言听得分明 也稍有一律 不免有些担忧 东华轻轻落坐在床边 安抚地拍着凤九道 我将太上老金的那梅药叠小白服下了 已将他此间的记忆化去了 怕是这几日他都会沉睡 待他醒来 诸位还要接墨一二 连颂闻言 扇子在手中颠了颠 面色微微衣领 墨飞 是怕轮回反噬 东华汉手 哲言大为感叹 开口道 我估摸着 或许此番你和凤九会落入另一时代 不想尽一语成真 既然如此 此间既于凤九着实无异 望却也好 便当一场梦罢了 好在你们二人没有受伤 否则这六界都要动荡不安了 东华没与尖极快的闪过一缕复杂 居然起身道 小白此行怕是耗损了些许先例 好在镜中我帮他调养了一番 哲言你先给他准备些滋补之药吧 朱红果我便带走了 想必也能用其他替代吧 哲言与连颂面面相去 哲言其道 朱红果乃是凤九特意为你摘取 且此境也是因他之故 不说将其回去 便是作药也是极好的 为何 东华一袖烧动 将朱红果取了出来 只见原本赤红圆润的果子 竟为了有了些许细痕 但笼罩在果子之外 竟是东华的先例 在此境的几年之间 我的修为已然恢复了 也算因祸得福 且此境 却是我和小白必经的轮回之路 若无此境 怕是 我已将他带回碧海苍灵 洗去他身上的哲气 便种在那里吧 如若能借些灵气再修成仙 也算多添了些许造化 哲言寻死片刻 汉首道 既是如此 那我便用其他来替代吧 既然你的修为已然恢复了 那滋养先生的药材 也不及在一时片刻 前些十日 天君便已然命人四下寻找了 倒不需要凤九这般费心了 东华文德此言 唇角弧度轻微一动 捏个昏睡觉在凤九身上 连宋等人谁也未曾料到 此事竟是误打误撞跌入轮回之道 看二人既然平安归来 心下莫名安定 便松了口气纷纷倒退了 连宋急忙赶回九重天 成欲却欲留在清秋 打算等凤九醒来 训斥他几句再走 而折眼被东华嘱咐几句遍也离开 好回去与白真细细讨论一番 让白真想个理由 待凤九醒来该怎样说服他 的关于编理由一事 白真毕竟做得惯了 待连宋回到九重天 白浅上神特意派鲜娥前去询问 待得知凤九与帝君二人平安归来 行中总算定了下来 让太成功的众领馆是将滚滚带回清秋了 天君在得知之后 也胜为安心 依派了些人手去四海八荒继续收集药材 虽说后来药材搜罗多了些 但东华这半颗心也的确好得飞快 后来凤九得知此事 还特意做了些许 糕点感谢天君的用心 一时之间 九重天最为名贵的糕点 那变成了凤九亲手所做的无忧糕了 连帝君 天君都赞不绝口 岂是凡物 安静了些许的天君后宫 又多了几分热闹 连九重天栽种的 无忧花都多了起来 因有盖过佛灵花的架势 此事后话 暂且不提 此刻 秦秋之内 东华被白纸胡帝请了过去 本欲细细问江一番 可白纸胡帝一听说 此事事官轮回英国 便歇了口 毕竟此事不可随意外泄 再得知凤九被洗去前尘记忆 白纸胡帝暗地点头 不亏是帝君 此事做得甚为圆满 虽说白纸胡帝从未分上来说 已是帝君的上上辈了 但骨子里 毕竟帝君为六界之主 是密而不宣的事 且自己当初也曾让儿子败在帝君麾下 顾二 虽说请帝君前来询问 但架子一试 着实是没有什么底气 好在 帝君给了他足足的脸面 且凤九是自己孙女 这清秋的靠山 简直就如同威俄高山一般 悍然不动